其實它是有一個背景故事 那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是我們太魯格族 賽德克族 跟我們這個泰雅族的 太魯格、泰雅族跟這個賽德克 這三個群組的共同的神話故事 這個是一個神話故事 然後原本這一堆的石頭 並不是在這裡 那個是在我們前面的 那個本哈龍瀑布那個地方 那過去就是很多的這個小鳥 然後他們要講說要選一個鳥王 要選一個鳥王 然後要選一個鳥王的話就是要比力氣 跟水的力氣最大 然後他們就指定說 這一堆石頭就要從對面那個地方 要搬到這個地方來 那當然這個很多比力 這個比較大的那個鳥 根本就搬不動嘛 但是西西鳥 我們西西零鳥 我們講西西鳥 原住民講西西鳥 其實西西這兩個字 它不是一個鳥的那個 你說重點了那個 你看像中西西ício 你 museum的小鳥 在那裡找不到什麼叫西西鳥 其實它這個是它的叫聲 因為它的那個這個鳥類 它叫做嘻嘻嘻嘻嘻嘻 我們老人家就把它叫做嘻嘻鳥了 那嘻嘻嘻鳥其實是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 紅藥化美鳥那種的 它是很小很小隻 這個鳥不大 但是它的那個鳥的那個這隻 它鳥的那個眼睛 在它的身上的比例 眼睛的比例裡面是蠻大的 所以我們過去老人對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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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類 這個我們講嘻嘻鳥這個部分的話 它們是非常相信它有靈性的 非常相信它有靈性的 因為它的眼睛很大 可以看得出來在深山裡面 然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樣 那但是這個嘻嘻鳥 它們是這樣 它們是懂得團結 然後就把這個石頭 嘻嘻嘻嘻嘻 然後就把這個石頭搬過來了 那搬過來了以後 那其實我們的老人跟我們講說 團結力量大 部落裡面就一定要團結這樣 然後把石頭擺在這裡了以後 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有些好像蠻正的 那有些是有點邪 那其實我們的老人又跟我們講說 你們做事情要有始有終 就算是你把事情做完了 你還留個尾巴讓人家去抓 那還不算是真正的完成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的長輩都會用這種團結跟做事情 從頭到尾也要把它做好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來交到我們小朋友 所以這個石頭搬過來之後 因為是這個 這個 秀勇化美鳥 這個赤頭鳥 裏巴搬過來的 我們叫西西鳥嘛 所以我們這個石頭 才叫做西西靈鳥巨石 這個是我們 色德克 泰魯格族 跟我們 泰亞族的一個 共同的神話故事 細胞 所以我們不讓我去拿來 我們不會去拿去 做什麼的 因為我們來說